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 现代充满了一种的教导说 那为什么还要去认识人的罪恶呢 那我都已经知罪了嘛 我都已经认罪了嘛 我们现在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活着 那为什么还要去讲到我们的罪恶呢 因为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逻辑 就是你若不认识你自己的罪恶 你就不能够认识 上帝的恩典有多大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罪 只有三分的认识 那恐怕你对上帝的恩典 也有三分的轻视 后来让我打一个比方来讲 需要被拯救的人在哪里 那么拯救他的人就要去到哪里 对不对 如果你被劫持了 被逮出劫持了 然后把你关在旷野当中 一个黑屋子里面 那么救你的那个人 就一定要来到旷野当中 就一定要闯进那一间黑屋子 对不对 他才能够救你 如果你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面 如果你被关在海上 如果你被关在地下五十米下面的一个地牢里面 那么海豹突击队就要从天而降 然后一直要下到地下的五十米 然后在那里冲开 在踢这个踢破大门 然后闯进去才能够救你 对不对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话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在哪里 为什么耶稣要被帝南神加上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死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僵在阴间 因为祂是能救我们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认识到我们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阴间 所以基督才需要下来阴间 因为我们被关在死亡的牢房里面 所以基督才需要闯进死亡的牢房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罪 如果你不认识你的死亡 如果你不认识你的悖逆 你本来是在深淵的深坑的深处 那你就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那里 你就无法理解 你就无法理解 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的身上 所带来的这个翻转 这个落差有多么的大 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所以保罗要带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罪 不是说你故意再要去犯一点罪 好让恩典显多 而是来认识你原本的罪 当这个罪业的圣灵的光照在你的里面 开始显多 你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 比自己从前所认识的 我从前已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了 但是我比我从前所承认的 从前所看见的 还要误会的时候 你就能够更深的来认识 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 也比你所想象的更加的崇高 一个在道德上面完全破产的人 你有没有经历过在道德上的完全的破产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的话 帮我上帝让你经历 一个在道德上经历了贫穷的人 就好像是耶稣基督说 细心的人有福了对吧 哀痛的人有福 就是在灵性上就是在道德上 实在是经历了一个彻底的破产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那种 纯粹的恩典的满足 才能够经历到一种纯粹的信仰的满足 他的信仰在这个时候 在他的道德上彻底破产的时候 他才不带着任何的优越感去生活 他才会不带着任何的功利心去信仰 因为信仰或者恩典本身 已经是他最大的满足 他不是要透过这个信仰 再去获得些什么 因为他本身就是他最大的满足 而且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些 属灵的伟人的传记 很多人都常常会这样子讲 对一个来批评自己的人 他说 其实我本来比你说的更糟糕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 我是一个罪人 不过我还有好多的罪是你不知道的 只有一个真正经历到道德上的破产的人 才会真正的 才会真正的 不带着任何的优越感和功利心的 享受到纯粹的恩典的满足 并且对于任何来批评他 否定他的人说 是的 但其实我比你说的更加的糟糕 我比你所了解的更加的无能 我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糟糕的 最后的事情 是远远是你所不知道 唯有我的生命知道